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卡比 今天就是重新出發之後的第一條影片,就是陀螺超王第19集 大家看到這個解說模式也是換了 就是因為版權問題,令我無法直接播放動畫 這裡有點對不起各位觀眾 現在廢話就不多說,就進入正題 一開始就是一個風惡日麗的早餐 昭日兄弟就發現了,阿姆就在昭日的家 昭日他們就在這裡吃飯 到了崩潰之後,阿姆跟昭日兄弟發起挑戰 昭日兄弟就爭先恐後就跟阿姆對戰 最後阿姆就選了日向 日向就感覺到阿姆沒有強烈的氣勢 上起了之前,太陽神就被魯西法擊爆了 於是阿光就叫他集中精神 然後雙方都進入了和陀螺產生共鳴的狀態 一開始太陽神和神龍就不斷地碰撞 神龍攻擊環上面的刀刃就撞飛了太陽神 那其後太陽神都平衡回落地 就落到對戰盤那裡 靜仔在盤的外圍,就不斷加速 然後太陽神和神龍就產生了很激烈的碰撞 又向大喊了一聲,就撞散了神 哈卡瓦湯不是很喜歡新婆羅營嗎 之後阿姆就興奮到麵紅 阿姆就和阿向再對戰了 阿光真是很慘,沒有一對戰 後來鏡頭一轉就講述 總長就找阿蓮 地鏈就是一個工廠那裡 總長就和阿蓮立法起挑戰 最後阿蓮就答應了他 這場對戰是會留在下一集進行的 然後鏡頭就轉回Bomba那裡 那這次日向的運氣就不好 太陽神就不斷地被神龍撞散 後來又來多一場對戰 之後太陽神就衝向火山口 就和神龍正面碰撞 令到他的覺醒刀刃開始移動了 之後阿姆又大喊了一聲全力而負 然後神龍就用界限逆擊 就撞散了太陽神了 之後阿姆因為覺得他自己很累 所以睡覺就沒得和阿光對戰了 我覺得他們是有機會在傳說慶典那裡碰頭 今集的劇情就是這樣 大家都要記得CLSS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追蹤我IG和Facebook 好不好?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感謝你可看到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或者問題 歡迎在討論區留言 有空的話都可以去我的頻道去看其他影片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有時間可以去IG追蹤我 也可以去Facebook專頁給一個讚 好了,我是卡比,我們下條影片見 第一次得到 Facebook專頁